而今天开始云林县国小校园集中接种儿童BNT的疫苗市终于正式开打 其中在抖六的两间国小施打率都在三成左右 而第一天的施打状况还算顺畅 而全县也预计会在六月二号来接种完毕 小朋友捲起袖子露出手臂预备被打疫苗 只是前一秒才被夸赞好勇敢 下一秒苦苦了 医护人员赶紧摸摸笑笑妈妈也见不上前安慰 倒是校长盼多这种场面要大家别紧张 校长的模型笑声可是让现场紧张气氛缓了不少 众家长千呼万万的儿童BNT疫苗 三十一号终于在云林校园正式开打 抖六的梅林国小孩在停课期间 一走涌现许多家长提前请假带着孩子来打疫苗 打完了会不会比较安心一点 一点点而已因为这礼拜啊 还要两个礼拜 统计全校BNT施打率占比三成二 全部有53位17位是施打BNT的 另外在抖六的临头国小三成的小朋友也跟着同步施打 全校总共有103个孩子 他今天打BNT的话是31个 云林县佛表示首日开打的除了抖六还包括骨坑虎尾等六个乡镇共25所学校 接下来连两天还会有学校加入儿童BNT疫苗施打行列 预计六月二号全线接种完毕 兼换家长为了小孩疫苗四处奔波也放心保护孩子健康 结果正义云林猜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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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